刚漏了 要快点修好 立刻 我这就去办 大人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司马光说刚漏了 要怎么样啊 立刻修 对 司马光说刚漏了 要立刻修 以后看到漏 就会想到立刻 所以 漏的英文就是 立刻 我们小组今天训练是 题目板 嘿 哈 嘿 哈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这个小组在训练什么呀 题目板 对 跆拳道组 今天训练的是 题目板 以后看到组 就会想到 题目 所以 组的英文就是 题目 题目 搜遍了城堡 水晶鞋 是我搜到的唯一线索啊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唯一的线索是怎么来的呀 搜到的 对 灰姑娘的唯一线索是搜的 以后看到唯一的 就会想到搜 所以 唯一的英文就是 搜 搜 咱们高三 要进行课程整合 音乐 体育 都归我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老师说 要怎么整合课程啊 音乐课 体育课 都归他 对 整合课程 音乐体育归他 以后看到整合 就会想到 音体育他 所以 整合的英文就是 Integrate Integrate 你狂吞食物 暴饮暴食 丝袜都成漏了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狂吞食物的余解 发生了什么呀 丝袜漏了 对 狂吞食物的余解 丝袜都成漏了 以后看到吞 就会想到丝袜漏 所以 吞的英文就是 Swallow Swallow 鲜肉行行好 给点吃的吧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广场上的乞丐是谁呀 白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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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广场上 向大家乞讨的乞丐是一只白鲜 以后看到乞丐 就会想到白鲜 所以 乞丐的英文就是 Beggar Begger 在这荒岛上 我们四个白鲜可以拼写一个求救信号 大沙老师来了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是谁在拼写求救信号啊 四白鲜 对 在荒岛上 拼写求救信号的是四白鲜 以后看到拼写 就会想到四白鲜 所以 拼写的英文就是 Spelling Spiding 晚上太冷了 我 我凝固了 大沙老师来了 晚上发生什么了呀 衣服凝固了 对 晚上衣服凝固了 以后看到晚上 就会想到衣服凝 所以 晚上的英文就是 Evening Evening 司马懿 你 过来呀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诸葛亮干什么呀 紧张的探身看 对 诸葛亮玩空城记 很紧张 所以 探身看司马懿 以后看到紧张 就会想到 探身 所以 紧张的英文就是 Tension Tension 太复杂了 用了半天 这新机器 我还没适应 大沙老师来了 机器 工人用了 新机器 说什么呀 没适应 对 工人用了半天 新机器 说没适应 以后看到机器 就会想到 没适应 所以 机器的英文就是 Machine Machine 地上的花瓶被打碎了 还好我藏了一个完整的花瓶在炕铺里头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地主把一个完整的花瓶藏在哪里呀 炕铺里头 对 地主把完整的花瓶藏在了炕铺里头 以后看到完整的 就会想到炕铺里头 所以 完整的英文就是 Complete Complete 哎呀 下雪天 雪球把路挡住了 我们四个要把雪球挪开 大沙老师问问你 这下雪天 他们在干嘛呀 四个挪一个雪球 对 下雪天 四个人要挪走一个挡住路的雪球 以后看到下雪的 就会想起 四挪一 所以 下雪的英文是 Snowy Snowy 哇 握着木头 好温暖啊 大沙老师提问了 小女孩怎么感觉到温暖的 握木头 对 卖火柴的小女孩握木头会感觉温暖 以后想到温暖的 就会想到沃木 所以 温暖的英文就是 Warm Warm 哎 买了不冷 不冷 爬山买毛毯 可以随时随地休息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大山脚下 有人在卖山吗 毛毯 对 上山会冷 一定要买毛毯 以后看到大山 就会想到毛毯 所以 大山的英文就是 Mountain Mountain 我以前是一颗种子 现在越长越细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 豆芽种子长大变成了什么样啊 细的 对 豆芽种子长大变成了细的 以后看到种子 就会想到细的 所以 种子的英文就是 细的 细的 不好意思 我们四个导师都举的佛 大沙老师问问你 四个导师都举了什么牌子啊 佛 对的 四个导师都举了佛的牌子 所以 以后看到数字四 就会想到佛 所以 四就是 佛 佛 佛 我感觉你说的不对 但你说的也有问题 说了这么久 四位领导必然是渴了 大沙老师问问你 他们说了这么久的话会怎样啊 四位必然渴了 对 他们四位必然是渴了 因为他们说了太多的话 以后说话的时候 就会想到四必渴 所以 说话的英文就是 Speak Speak 快一点 用力登自行车 我们拜访客户要迟到了 大沙老师来了 大家看 这个员工为什么要使劲登自行车 为了拜访客户 对 他们骑自行车去拜客 以后看到自行车 就会想到拜客 所以 自行车的英文就是Bike Bike 哼 你们赶紧回南方 不然会被扫死 大沙老师提问环节 南方 企鹅要回到南方去 咯 为什么呀 因为熊要把它们扫死 以后看到南方 就会想到扫死 所以 南方的英文就是Sauce Sauce 我们是单身狗 好 一下班就在车站等车回家 大沙老师提问时间 车站 车站 谁在车站等车 哦 是单身 以后看到车站 车站 车站 所以车站的英文就是Station Station Station 九儿,别看书了,去打篮球吧。 不可,不可。 大傻老师问问你们,九儿在看书,说什么? 剧学的宇宙歌呀? 不可。 没错,九儿不出去玩,要看书,所以说不可,不可。 以后你想到书,就会记得不可。 书英语里就是不可。 不可。 哈哈,占卜游喜事,好嗨哟,感觉就像大大老嘎吵。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他为什么高兴地跳起来呀? 因为他在占卜。 对,他跳是因为在占卜,以后看到跳,就会想到占卜。 所以,跳的英文就是,Jump。 Jump。 啊,我要在杂志上看看表,就买个金的。 哦? 大傻老师来了,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他为什么要看杂志啊? 买个金表? 对,他选手表,要看杂志,买个金的。 以后看到杂志,以后看到杂志就会想到买个金,所以杂志的英文就是,Magazin。 Magazin。 爷爷奶奶奶好关心我,还陪我来医院看耳朵。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小兔子的爷爷奶奶关心他,陪他干什么呀? 看耳朵。 对,小兔子的耳朵坏了,爷爷奶奶关心他,陪他在医院看耳。 以后看到关心,就会想到,看耳。 所以,关心的英文就是,Care。 Care。 我们扛着木头,共同战胜老鹰。 嗯,这两个太难对付了。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他们怎么战胜老鹰的。 海鸥、蜗牛,扛着木头。 对,战胜了老鹰,要靠海鸥、蜗牛扛木。 以后看到战胜,就会想到,欧窝扛木。 所以,战胜的英文就是,Overcome。 Overcome。 我,我,我太傻了,不记录,走到郊区来了,找不到家了。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是谁迷路走到了郊区呀? 傻伯伯。 对,走到郊区的是傻伯伯。 以后看到郊区,就会想到傻伯伯。 所以,郊区的英文就是,Suburb。 Suburb。 唉,今年财政危机,还要发工资,犯难死了。 嗯,年底应该有双心吧。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饭店的财政不好,老板会怎么样? 饭难死。 对,财政不好,老板饭难死。 以后看到财政,就会想到,饭难死。 所以,财政的英文就是,Finance。 Finance。 买了富冷,富冷,买了富冷,喂。 大半夜的,谁这么大声,桑德行。 大傻老师问问你,邻居听到声音,说什么了? 桑德行。 对,邻居半夜听到楼上的人唱歌的声音,说桑德行。 以后看到声音,就会想到桑德。 所以,声音的英文就是,桑德。 桑德。 快点拨鸡蛋,这要吃鸡蛋。 皇上太能吃,厨子拨蛋的负担好重啊。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厨师的负担是什么呀? 拨蛋。 对,厨师感到有负担,因为要拨蛋。 以后看到负担,就会想到拨蛋。 所以,负担的英文就是,Burden。 Burden。 二,我研习武术几十年,今天终于有幸到达武学圣地。 大傻老师来了,到达? 鹅,为什么要到达少林寺? 为什么呀? 到达少林寺,因为鹅热爱武,所以到达的英文就是, Arrive。 Arrive。 我买一张傻瓜英语的电影票,请问,这个戏闹吗? 呵呵,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老奶奶去电影院问了什么呀? 戏闹吗? 对,在电影院问细闹吗? 以后看到电影院,就会想到细闹吗? 所以,电影院的英文就是,Cinema。 Cinema。 欲练此孤,必先。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是谁在读书啊? 瑞士人和德国人。 对,正在读书的是瑞士人和德国人。 以后看到读,就会想到瑞德。 所以,读的英文就是,Read。 Read。 欢迎光临全城排名第二的快餐店,塞肯德。 大傻老师,问问你,这座城市排名第二的快餐店叫做什么呀? 塞肯德。 对,这座城市排名第二的叫塞肯德。 以后看到第二,就会想到塞肯德。 所以第二的英文就是,Second。 Second。 小朋友,我看你谷歌惊奇,很有才能,发给你一个新课题。 哦? 大傻老师来了。 大家看看,小朋友有才能,老人会做什么? 发一个新课题。 对,长老看到小朋友的才能后,给他发课题。 以后看到才能,就会想到发课题。 所以,才能的英文就是,Faculty。 说好在花园见面,他怎么还不来? 好尴尬呀。 大傻老师提问时间,花园里单身的男人在干嘛? 尴尴尬的等人,以后看到花园,就会想起尬等,所以,花园的英文就是,Garden。 Garden。 Garden。 弟弟居然瞒着我在沟渠里偷吃小鱼。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是谁在沟渠里吃小鱼啊? 弟弟在吃。 对,沟渠里弟弟在吃小鱼。 以后看到沟渠,就会想到地吃,所以,沟渠的英文就是,Ditch。 Ditch。 你儿子啊,虫牙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吃糖太多。 啊,我每天晚上给他发磕糖。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男孩儿牙痛的呀? 他爸爸每晚发磕糖。 对,导致男孩儿牙疼的因素,是因为爸爸每天发磕糖。 以后看到阴素,就会想到发磕糖。 所以,阴素的英文就是,Factor。 Factor。 哥们儿,女朋友说我不成熟,拜托把我批得成熟一点吧。 没问题,帮你批成了,老了五百岁,这下看起来绝对成熟。 啊,佛头啊。 大傻老师来了,照片,老板把照片劈成了一个斧头。 以后看到照片,就会想到斧头。 所以,照片的英文就是,Foto。 Foto。 咱俩搭档一起战斗,谁害怕的呢? 嗯,哦。 大傻老师来了,大家看看,黑寡妇有了搭档之后,说了什么呀? 谁害怕她呢? 对,黑寡妇有了搭档,指着灭霸说谁害怕她呢? 以后看到搭档,就会想到怕她呢。 所以,搭档的英文就是,partner。 partner。 谢谢你盖的塔,我得到一个新家。 嘿嘿。 大傻老师提问时间,白素贞得到了什么呀? 盖的塔。 对,白素贞得到了法海盖的塔。 以后看到得到,就会想到盖塔。 所以得到的英文就是,get。 get。 get。 传续练成的 Quercus 这个역鸡的中心。 他就会说 пот意思了。 但是男生,当时传续练成的游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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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请约妻新家里和一家里,